有个地方啊 地铁一停的时候 冲出两车厢的飞崩的大野 你知道他们目的是什么吗 目的只是钓鱼 在这个南京高纯地铁站 有一幕将这个旁人都给惊呆了 有两车厢的大野奔跑着冲出来 生怕这个鱼就钓不着了 这么多大野狂奔的目标 就是一个钓鱼 仿佛是打仗时候冲出的千军万马 网友们纷纷这个评论啊 说这地方的鱼是触犯什么天条了吗 有的人猜测 这大野可能比河里的鱼还要多 所以这个情况看着确实很吓人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啊 这个中国现在退休太早 这个这么多大野没事干 没事干干嘛 钓鱼去 当然南京的高纯呢 也是垂钓点最多的区域之一 所以高纯这趟地铁 也被人戏称为钓鱼专列 每天前三趟地铁 基本上都是从市区到高纯来钓鱼的 第一趟最多能有两百人 第二趟一百五十人左右 第三趟一百人左右 我觉得这数字说的都比较小 当然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么多人 你看这个数字肯定不对啊 人家也说了 这个天气好的时候 一天能来七八百人 天再不好 三百人左右总有 所以这个蓝金的大野们 可要注意了 这个高纯钓鱼集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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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